再看到左手边之后的中央前方 右路 好 再看一下右手边的一些 不会挡住 这边 哇 再看一下 右边 右边 我就不知道我拍到 好 再拍到中央前方 谢谢 来 成立吗 右手边看一下 好 再左手边再看一下 好 中间前面 好 中间前面 来 这边 OK吧 各位 好 都有拍到吗 好 谢谢 大家好 好久没在HITO的流行音乐班长典里跟大家见面 首先要特别谢谢杨晨琳 因为这一次为这一个表演特别做了准备 他带大家回顾了前面十张专辑 每一张专辑都找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业 是大家耳熟能详 可以跟在我们这个小舞台的舞台上面一起哼唱每些歌曲 其实对我来说今天可以来这里其实是我的荣幸 我反而是很谢谢你们的邀请 然后我想这一次会借由这个舞台做这样的表演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青春住了谁》的巡演 不会再回到台湾了 所以我很希望在我这个巡演落幕之前 大家还是可以感觉重温一个很迷你版的《青春住了谁》的巡演 在两个情况下 并且年代不同 跟我的 可能跟我过去的风格和现在的风格 就所有东西必须要在一个串烧当中 又要做成很像一首歌 我觉得这很难 因为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不希望像族曲 我希望像一首歌 所以就觉得他真的很辛苦 那我希望大家都听得很陶醉 听到刚刚粉丝的尖叫声已经大到 真的完全盖过我耳机里面的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有一种犹如自己又回来 扮演唱会的那种心情 所以真的很开心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表演 而且刚刚说就是因为把它串成一首歌的关系 所以在最后一首唱《曖昧》的时候 又连回到了 而且歌词有没有特别的唱到了说 过去变成了未来 对 并回到了一个现在的杨成旅的一种感觉 对 就是有一种搭时光机 让大家听见从我现在的单曲 到过去每一个单曲 而且我还特别说 希望可以放上后面的专辑封面 去有一种代表的意义 对 那我觉得 这是Head Band给我的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每月过几天我就 6月4号的时候 我这样说 所以今天要马上唱一下生日快乐的歌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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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种度过啊 啊不会 我这些年其实生日都 都会希望可以休息 而且这个休息也非常莫名其妙 就是我做的事情跟在 平时 假日没有工作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 可能我会运动啊 可能去弄弄指甲啊 然后吃妈妈煮了饭 就是非常的日常 可是这是一种 好像套赏自己的一个感觉 让自己可以当一整天 什么都不去想 什么都不去做的一个 很幸福的一个小孩的感觉 那对我来说更大意义就是 因为我真的已经习惯 在这个舞台庆神了 所以今天我又可以再来到这里 我很开心 因为我中间应该有魁威 两年左右 就没有在Hito的音乐颁奖典礼上面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35岁之前 就是前的几天来这边 跟所有的粉丝一起庆祝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也要谢谢 代表天才fan特别谢谢杨承琳 那今天我们到场的媒体朋友们也很多 我们也开放媒体朋友们来提问一下 谢谢 今天要不要先说一下 有什么生日愿望 随着年龄啊 生日愿望就会越来越辞聪 我的愿望真的非常简单 在昨天的生日会 我也已经许了这个愿望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包含我自己 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有健康的身体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想要完成 也不知道 就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我很幸福了 所以我 所以你说还有什么事 就是可能遇到就会知道吧 对 你说像旅游啊什么那些都小事 是不用放在愿望啦 我是觉得只要身体健康 那由有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做簽制了 然後我非常的希望 我可以順利的在 今年的中夏旬可以錄音 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 我也希望可以在今年裡發 但是這一切都只是一個如果 因為我太害怕給什麼承諾 大家會太期待 但我也希望不要讓大家等太久啦 因為上次發片是2016年9月份 所以雖然有演唱會 可以跟一些單曲感覺好像 也都有一些新歌 但是我想一個完整專輯的推出 也是我一個今年很重要的目標 所以我也希望這個目標可以執行得很好 把握最後一下時間 最後一題謝謝 我們要跟音樂有關嘛 我們這個班長節力 可以問一下跟音樂有關的話題 可能你覺得很難得吧 我覺得很平常 有看好看會拿男的一首 因為大家也都不想拿到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連我自己平時入圍的時候 我自己都猜不到 所以我不知道 希望能夠得獎是最重要的啦 當然我覺得工作之餘呢 還是要把時間留給家人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也希望在6月4號 你可以過一個非常舒服開心的生日 對 謝謝楊晨玲特別來到KinaFan 謝謝你 謝謝